昨天在海底碰到这个鲨鱼之后 真的就是不怕遗忘就怕万一 我现在想想后怕的是什么 但是我招一到鲨鱼的时候 恰巧我那一个整个下午都没有带潜水道 现在今天我要换这个家常的 这个是线轮 可以打100斤的 现在我要时时刻刻保证我们每次下潜 这个潜水道都是锋利的 其实鲨鱼也是很聪明的 只要你手上有武器 鲨鱼是很激荡的 好了 所有的装备都是处于战斗状态 我们游了海面 老板 帮忙 帮忙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滩海 叶阿峰 今天跟着我们村的一些经验老手 来到这个水深13米的地方 这里是一些龙虾的积极地 但是呢 我们的目标是来抓鱼 今天还是我跟老表两个人出来 因为这个大深度 小鸟啊 还有我另外一个朋友 这个深度他们下不去了 这个家装了防水壳的 可以下到40米 大概一个男生吗 下到40米 是 因为我去了 之前是arbete 高兴的 现在是中国人的 相当天安 陶寸的 这边是 韩人发展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才那个海底的水不清 能见度只有两米 不好打鱼 然后那个海底的石头也不是特别好 应该是没有那个什么中水仪的 现在又换了一个地方 这里大概水深应该是十米左右 现在叫老表下去烫一下这个海底的情况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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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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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那条零贵的黄点吧 吃午餐了 吃饱一点 他下去打鱼了 要放个点 这个点没有什么鱼 稀稀拉拉的 点了有十几斤吧 老表也回来了 我猜你都没有我多了 哎大红油我看到了 不错 哎呦啊两个火爆 好东西 弄下来养的 赶紧吃点东西 放点 我们现在跟老表 又来到昨天这个 这个鲨鱼地 哈哈 不过还好 现在有点 放心了 刚才呢 有人在这里潜水捞过螺了 所以我感觉心里很踏实 我们决定 就下这个鲨鱼地 去打鱼 干他压了 干 看到他打不到 哈哈 反正 反正摩西不怕他的 他打一整天 鱼是什么感觉 看能不能来个大风收 走了下水了 好 反正 来 哈 哈哈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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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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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